《銀發風潮》 長者主題電影叫《好叫座》 《名部專訊》 老人主題真是票房毒藥 未必近年荷里活正刮起一股銀發風潮 常見已退休長者為主題的電影如今年初上映的《黃金花》第二大酒店 講述英國銀發族到印度展開《退休之旅》 由李察基爾、朱迪丹詞與標力基等一眾銀發演員 擔憂荷里活黃昏電影系列還包括《黃金花》大酒店 《黃金花》四重唱、《黃昏》四重奏、《玩轉身前視》等等 亞洲代表作則數台灣紀錄片《不老騎士》勾兜賣環台日記 17位平均81歲的《不老騎士》駕電單車環台一圈的真實故事 感動全球數以百萬計觀眾